Ayo 聊世紀 聽聽奴克星 大家好 我是Ayo 今天來看印加人對上緬甸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寫的哈拉普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大概是10點鐘方向 Hart選擇的文明是印加人 那印加人的特色是他的軍事食物的消耗 非常的折扣 非常多 後期也可以打這個老鷹 植物盾老鷹跟防超級高 後面也可以打強奴戰矛頭十手 都可以吃到拇指環的效果 那後期還可以考慮轉一些工程器 因為他的工程器有工程工程師 可以轉奴炮或是大衝車都是相當適合 那印加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 走老鷹路線或是走槍隊長或是強奴路線 都是ok的 那先騎打架也可以把他當成敗戰艇來玩 直接出垃圾並槍矛前壓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4點多方向的藍色玩家Hera 選擇了緬甸人 那緬甸人的特色是他擁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那法蘭克是送免費的農田技術 緬甸人是送伐木技術 那緬甸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騎兵路線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而且大象的遠防是遊戲裡面遠防最高的大象 還有這個象橋科技 緬甸人他步兵路線也是比較狠的 他的槍兵也可以每隨著時代 升一個時代手加一點傷害 到了帝王時代那個槍兵是非常痛的 他的攻兵路線是墜落的部分 只有一擊的攻兵鎧甲 但是城堡時代還是可以稍微轉向奴兵 帝王時代打強奴要特別注意攻兵落後的問題 而且沒有拇指環 所以後期大部分還是只會使用飛鏢洗兵 雖然我是有看過緬甸人打馬攻路線 但是輸的場是比較多的 所以雖然緬甸人是能打 但是勝率不怎麼樣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選項打法 那這裡看一下地圖好了 我們先看地圖 地圖的部分Hero看起來是正面 木頭很厚 但是這個也太慘了吧 怎麼右邊都沒有木頭 後面這裡也沒有 這裡也沒有 這一塊小木頭 不管怎麼看 Hero只能靠這一塊木頭為生了 那就是要趕快到右後方位置去採木頭 哇這個是超級大爛圖啊 Hero要是在這樣地圖還能拿下比賽的話 真的是夠格當世界冠軍了 但是Hot他也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玩家 所以這場比賽我覺得Hero應該是沒那麼好拿下的 那黃金的部分看一下 上面黃金還有這裡有黃金石頭黃金 看起來果子區會比較難守 但圍出來一點應該還好 稍微可以防個下 那家裡的部分這裡再圍過來 這邊就可以直接圍一條直線了 那後面呢可以往這邊圍一下 這裡圍到底 這裡幕區可以連起來 提前是Hot要先把家裡給探名 才知道這裡到底能圍 如果他沒有探名的話 可能還是要這樣子圍 稍微往下圍一點 不然怎麼說 左邊地方是比較稍微難守的 除非有看到底才行 那Hero這邊怎麼出門了 出門時間特別早 現在18村了 那也不是特別早差不多了 那路的話好像三隻都趕完了 全部都趕完路 三條路全吃 那Hot的部分也是把三條路全部趕完了 那這邊Hero沒有偷直布技術 那為什麼不偷直布技術 最主要是因為印加人的金刺傷害 封建時代就是4點傷害 如果是一般的肉碼的話 黑暗時代只有3點傷害 傷害並沒有那麼高 所以在這段時間 如果對方老人過來 如果來騷擾的話 又沒有直布 很有可能 一隻老鷹可以單挑兩隻村民 甚至可以拿下一村的擊殺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點直布 哪時候偷哪時候不能偷 也是要根據對方文明 去偷不偷的 好 看到上方的弱馬 現在已經繞到對手家裡 BUT嘗試捨立發 但是Hero的馬 有裝自帶閃避馬的效果 躲掉了所有的箭矢 伸手扭得不錯 好 好 那這邊繞了對方的承認中心一圈 稍微探明了敵方家裡的資源分配 那HART這邊打的是3棒棒開局 4棒棒開局 然後要轉裝甲嗎 可能會轉 但是轉的話可能會斷村 HART要轉裝甲嗎 轉了 哇賽 HART打出了我們的 最近的會員教學影片 裝甲開局 裝甲轉 4棒棒 4棒棒有點多啊 因為4棒棒你打這個配置的話 是可能點下一級伐木的 也有可能你整場到我就忘記點伐木科技 也是有可能 好那轉裝甲之後 開始轉射箭場 我們的會員影片也是 裝甲轉弓 那有些人會說這個打法很冷門 確實冷門 最主要是這個打法 現在大家越打越快的關心 能打到東西的效果並不是那麼的好 現在大家都是一個極速小公開啊 極速落馬開 所以這個節奏 裝甲步兵的節奏可能不是那麼的好 而且操作空間也要非常的細緻 大家用這個原定站崗模式 這個步兵才不會亂跑 直接撞TC送掉 步兵一送掉你給對方壓力就會小了 但是哈特這一波過來 雖然控住了果子 但是其實 Hera也沒有受到太多的傷害 說你沒有被擊殺就是小事 但是硬家人待會 工兵配這些裝甲步兵的壓力 就會非常大了 正面有非常多的近戰單位 後面又有工兵 是很難解得掉 除非自己轉出大量的工兵 超有可能打得贏啊 那你用戰毛兵去打對方的工兵的話 前方的裝甲步兵你也打不贏 這是這個裝甲步兵的優勢 在於前期的時間點是有強大的壓制力的 但是時間越靠城堡時代的時候 裝甲步兵的影響力就會越來越下降了 好這裡裝甲開始繼續輸出 這個房子快修理一下 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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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敲起來 好 繼續防射 很難修 一個裝甲步兵 打房子有額外增上效果 這來不及修回來了 Ara 第二吋 尷尬 怎麼讓人家溜進來了呢 太小看式裝甲的傷害了吧 哇 這一吋可能要被拿下來 Ara 難受 後面微笑 哇 開我 這一個 太溜了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手術 好 再溜走 那是攻擊手來 還是沒辦法 被收掉了 哈哈哈 秀了一把 但還是沒辦法 好 那Ara 果然是轉了毛兵防守 那有沒有看到這個毛兵一直打 怎麼都是一滴血 裝甲步兵最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 他有天生自帶一點遠防的關係 毛兵只有兩點傷害 怎麼打都是1 可以點下一擊射 好 現在攻兵開始騷擾這邊的墓區 這裡可能要配置一些毛兵在這裡站崗 但是Ara沒有想要與防守位置 你敢來 我就敢出擊 後面帶了3隻肉馬 好 那現在Ara的打法是肉馬配毛兵 這個打法最大的缺點就是吃肉吃的太多了 此之外缺點不大 好 選擇的傷害力可能不夠 但是以防守來說肉馬配毛兵算是一個不錯的搭配了 好 來了 這一波 看一下能不能秀到 丟一下 肉馬上前 想要硬扛裝甲步兵嗎 不要吧 先換掉一隻裝甲再打 因為這個裝甲傷害實在太高 好 毛兵往前貼近 弓箭手 肉馬後面給他自由開打 只要控好毛兵 打弓箭手就行 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但後面的弓箭又來了 正面的打不太贏 肉馬趕快先拉走 弓箭趕快回頭打一下 再繼續追 繼續追 貼死這3隻弓箭就賺 哇Ara這邊細節打得很好 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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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PhD 貪了賺了這波不虧了 哇馬混蛋回去 好猛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細節操作 那剛剛Hera的控制細節 就只有把這個毛兵控好 肉馬自由開打 先收掉弓箭 如果肉馬 如果這面打不贅中央的部分 就趕快拉走 然後中央就會去追奇兵 那如果一追奇兵的話 毛� reject 就先收掉殘血中夾步兵 後面又有弓 inspections 再過來 毛兵要趕快繼續追攻兵 因為這時候中腳步兵的追擊 並不會追在毛兵身上 那現在HOT轉出了老鷹路線 老鷹路線的話 遠房也是特別高的單位 天生自帶兩點遠房 即使點下了三級射的毛兵 也沒有辦法對他造成傷害 但是現在連一級射都沒有 這邊準備要來生 應該是不會再投資更多的東西了 所以就是要來生十代的 補了一個四級 待會可以靠一下買賣 有一隻工兵過來騷擾 洛馬一直追在後面 不想讓這些老鷹去騷擾自己家裡 毛兵也在追在後面 就洛馬砍掉工兵 結果先升級十代的是HOT HOT已經升級上去了 Ara這邊把石頭賣掉 直接升到城堡時代 時代差距大約15秒左右 哇 石頭全麥 這個有點尷尬 待會上去要開3TC 或是要打寶兵 都很難打 但是沒有要打飛鏢了嗎 Hira這邊是決定要轉 軍營 難道是要走長劍兵嗎 那我覺得很有可能 畢竟印加人的老鷹 遠防非常高 近戰防禦非常慘 也可以說是老鷹非常害怕 民兵系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護甲 護甲防衛只有0 所以如果步兵過來開打的話 印加人的老鷹會很容易被壓制住 而且緬甸的城堡時代 攻擊力加了很多 直接加2點傷害 直接給你二攻的概念 四代二攻的槍 民兵系 好 裝甲步兵開始提升了 近戰對打情況下 一定要升攻擊力 所以這邊Hira並沒有升級步兵鎧甲 而是先升鍛造技術 先點攻擊力 會大於提升防禦力的效果 除非印加這邊轉投石手 當然我覺得投石手也是很有可能 所以印加為什麼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他可以即使能夠轉兵 城堡時代印加人遇到中甲步兵 常見兵也可以轉投石手 有投石手也是很好打回去的 這個果子直接不吃了 又擺奪了 這邊沒有辦法維持 好 哈特加里果然是直接來一條 長長的過來 拉到底 上面直接圍死 好 槍兵的部分 槍兵 民兵系的部分 還沒有點下長劍兵 長劍兵現在可以提升升級 投石手出來了 你轉長劍兵 我轉投石手 但投石手很害怕佔毛兵 所以 HERA這邊的毛兵不能送掉 毛兵大會是要來處理對方的投石手的 東西在打 右邊 我想說怎麼會有老鷹在打 在這邊偷敲防止 OK 長劍兵升級還有5秒鐘 戰毛兵升級還有35秒 好 終於升級上去囉 HERA這邊一擊射點下 好 長劍兵 總被老鷹追著打呢 這個急尖點沒有設好 還是要上高低反擊 那可能來不及了 被老鷹追死囉 那這裡居然沒有先打 打這個 射箭場 而是先打均勻 放這邊 這邊開始手撕均勻 老鷹的部分 數量有7隻 這一波可能會回頭反打 好 劍兵開始追老鷹 哇 這隻劍兵 已經處理掉了3隻老鷹啦 好 戰毛 配長劍兵 這個打法 剛好可以完全克制 硬家的正面部隊 好 這邊要圍一下 哎呀 直接出來 這邊已經看到 趕快往回 這邊想要組兩隻槍兵 毛兵直接守住 好 好 那硬家這邊是轉出了 雙TC 然後生旅科技 也慢慢補下 硬家的生旅 還算是能用的 還有救助思想可以用 而且轉出了投石車 投石車對於打步兵單位 也是很好用的 不是只有奴炮 只要投車丟的好 擋步兵也是沒煩惱 甚至我覺得 重型投石車跟中頭 打步兵 比奴炮的效果還要好 拍下去只能死一排的那種 超級痛 好 這邊直接自定義槍兵 不是槍兵 劍兵 我們一直把劍兵做的槍兵 好 拆這個房子 呈現了一個 哦 哎這個 這個怎麼怪怪的 怎麼走那麼前面 哈哈哈哈 被熟掉了 怪怪怪的 好 長劍兵現在前線有8隻的數量 現在後方也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工程器製造所 趕快按一下投石車吧 投石車按下去 好 長劍兵 往後回頭打架一下 好 這裡劍兵 往前尻 有機會打得掉嗎 炸毛補點傷害 插一刀 拿下 沒問題 劍兵力大功 HERA這邊是一個單TC all in式的打法 並沒有開下任何的城鎮中心 畢竟石頭賣掉了 沒有打算要來蓋TC 但是HOT現在是3TC開農 那目前這個情況 其實HERA要趕快去挖石頭 來插寶會比較好 直接插在這個位置 直接控兩個城鎮中心 非常舒服 但是現在要挖石頭出來蓋堡的話 對方可能就已經濃起來了 所以HERA這邊要一直給對方壓力 盡可能要打到東西了 如果沒打到東西 至少也要碰住對方的城鎮中心 或是要有換到一些東西才行 現在的壓力 對於HERA來說是非常大的 雖然分數現在領先 但是要打贏對手也是不太容易 好 土車又來了 然後就互換 TOLIBA 這是什麼 回頭看一下 一發砸兩個 沒有 下面這個一換一 哇 一個換一個一個換一個 哇 太強了太強了 兩個都是獲得了一個擊殺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投石車阿 太狠 好 印加人 果然轉出了救贖思想 遇到這個投車戰術 難受 好 招想戰毛兵 突然轉投石車 投車後面秒招 好 招想到了一隻戰毛兵 投車兩台被招翔 哈特這一波招翔戰打得漂亮 先招戰毛 後招投石車 兩台投石車就這樣被解掉了 好 但是常見兵 還是深入到了後方 收掉了 好 投石車又再次出來了 現在二級的步兵鎧甲一點下 這裡步兵鎧甲點完 就是要來躺 承認中心的傷害 好 投石車現在不敢出 因為有戰毛兵的關係 戰毛兵有保留住 這個相當關鍵 投石車再次打了一發 承認中心 終於能機會有 可以機會摸到 好 再次招翔 戰毛往前 閃 哇 沒閃掉 一發投馬 投不死要兩發 投石車 沒打到 哈特這一波 走得還不錯 雖然還是有被燒得到一點 但支援量還是明顯反超 HERA HERA已經落後了大約兩千支援 一個地龍時代支援量 好 那贏家人這裡沒有 就這個宗教狂樂的關係 誰著想投石車時會很難追到 好 那現在HERA要打贏對方 就只要出頭車跟生旅 基本上就能打得贏了 頭車要專心打對方的戰毛兵 這邊自低頭車 好 頭毛往回 砸到了 好 硬架這邊趕快繼續出 頭車跟生旅 OK 這一波已經明顯擋住了 後面殘血的步兵 血量快要拉滿 HERA這邊後面的生女一直在補血 反正這些常見名都快死去了 現在血量也拉回來了 HERA這邊決定要來開TC 遊戲時間33分鐘 回轉3TC 發現強攻路線打不進去了 因為裡面已經有城堡 在那城堡守住之後 這裡就很難騷擾到了 而且失敗率會更高 HERA並沒有打算放棄這場比賽 如果我的話前壓不成就想投了 但是HERA又是成功的 完美換掉對方的頭石車 大車尷尬了 OK 現在槍隊長也出來了 槍隊長的傷害雖然比劍兵器差了一點 但是還有異攻的射程 所以這個槍隊長 打劍兵是有優勢的 槍隊長他的攻擊力 是對戰象加10點傷害 駱駝加6點起兵加8點的額外增傷效果 對步兵來說是沒有 但是如果他可以聚集起來 一大堆的槍兵聚在一起 錯一下劍兵的話也是可以秒殺的 跟劍兵器的近戰防禦力 初始也是只有一點而已 所以只要數量堆積起來 傷害意義拉高 還是可以用拉打方式 打贏劍兵器的 槍隊長過來 然後搓生鋁 鎖車砸了一發預判 在HOT點下帝王時代 HERA現在應該是有點難受 來看一下HERA要怎麼應對對方的帝王時代 加力補一下 槍隊長開始慢慢走過來了 天兵沒有機會摸到頭子車 好 左邊被招搶 這一波槍兵 頭車直接換掉 槍兵沒有過來防守生女 生女只被砍死了兩隻 HERA這一波突然的步兵突襲 賺到了一台頭車 HERA的頭子車自帶瞄準近是不是 這個擊殺術很誇張阿 一直一換一一換一換一 哇 HERA被換到頭破血了 HERA這邊點下了生女科技 或許有引發技術可以用了 還會說印加人的生女 在南美來說算是能用的 但瑪雅就是比較難用一些了 這裏要鬼轉生女嗎 緬甸人的生女路線也是特別厲害的喔 雖然沒有異端邪說 但是後期的生女喔 不是後期喔 城堡賽的生女喔 科技都是半價的 要不然燒點 什麼就屬無思想阿 或者是屬無罪思想 或者是忠誠信仰 這些高單價的科技喔 都是很便宜的嘛 緬甸人轉生女站 這裡直接三個修道院轉出來 那緬甸人想要打贏的話 最好的方法 就是轉弓兵 那轉弓兵路線 他的弓兵就不是那麼的強 那不轉弓兵的話 就轉生女 不然就是要轉弓程器 奴炮 那轉弓炮的話 對方又有生女 因爽技術的關係 所以奴炮路線也不太適合 現在要打贏的話 感覺大量的劍兵器 還是不錯的選項 感覺只能硬碰硬 才能解掉這一坨槍兵 但槍隊長又有說到 我們剛剛說的優點 只要攻擊一點高了 槍隊長其實是很容易 擊殺掉大量的劍兵勇士 唉唷 投石車被招響兩台 尷尬了 要趕快往前走 哇 因為這不往前走 生女可能會被投車打掉 還好 Hera這邊細節做得好 第一時間大家都想要遠離投石車 但是遠離投石車反而是最危險的方法 Hera這邊細節做得非常漂亮 突然被招響 被招得一個錯不及防 好 生女必須直接投掉了三隻 嗚 一二三 好戲好戲 好 三級色還沒有點 還是要先存個資源 點個劍兵勇士呢 有劍兵勇士正面打起來 才會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血量差蠻多的 劍兵勇兵勇 劍兵勇點一下吧 感覺這裡可以點劍兵 好 精銳強隊長來了 攻擊力變成8點 血量80滴 頭毛 一發一隻 正毛兵 換得很開心 但正毛是要送掉了 欸 突然轉飛鏢騎兵了 好 飛鏢騎兵稍微粗一些 在正面的位置 點下了三級色 落馬升級 後面生女招響 抗兵 直接往後拉 哎呀 劍子低調 讓對方招回去 好 現在兩幫都有生女 所以兩幫都不敢輕舉妄動 現在哈特 雖然可能會想要轉一些老鷹去抓生女 但是老鷹的部分是打不贏 劍兵系的 大家看到劍兵 壓力很大 已經轉更多投擲手 點下硬地撕彈弓 可以增加投擲手傷害 而且可以縮短最小射程 讓他變成一個奴兵單位 不然投擲手跟戰毛兵一樣 都會有這個最小距離的問題 點下去之後戰毛兵 也不會有最小的這個射程範圍 好 後面神女招響必退一下 好 緬甸這邊轉出了奇兵科技 品種跟跟蹤技術 最後還是要靠飛鏢來當馬功用 現在劍兵 只有點下一攻 攻擊卻來到了加4點傷害 加3點傷害也是加得非常多了 好 這邊招響一下槍隊長 燈綠可能會被擊殺 要往後拉走 哇 果然被投擲手 報仇 打到他的光頭了 快走 趕快走 來 植物盾來了 硬架的植物盾 遠防再多加個2點 槍隊長的防護率 遠防可以高達6點 加飛鏢騎兵的傷害是遠程單位 對衝生有加2點傷害 但是對步兵其他東西都沒有 但基本傷害很高 好 好 兩邊支援量來說 HERA是目前落後5千支援 這邊這個石頭怎麼來偷啊 好 壓力很大壓力很大 兩邊都不敢開戰 就行頭司機可能要慢慢拆 甄鋁 甄鋁要小心 沒遭翔 沒遭翔 收進去 OK 先收進去 再放出來 後方的存置中心 按起來是不薄了 RT這一波打得漂亮 待會兒 ERA的背鏢騎兵的操作 就會非常關鍵了 好 升到精銳了 但是沒有射箭場 沒有辦法點下安息人戰術 背鏢騎兵也可以吃到安息人戰術的 防禦加成效果 欸 點了 甄鋁獎王就點了 欸 他自己射箭場 對 他剛好出戰吧 我都忘記了 OK 後面補下馬就 開始要轉肉馬 大肉馬升級也快要好了 後期果然也是要靠騎兵路線 三種步兵都打 步兵 騎兵 還有這個馬供的飛鏢騎兵 全都打 後面的肉馬 不知道在幹嘛 怎麼直接撞到了槍隊長的臉上 這裡想要點生女嗎 沒有點掉 直接轉點 槍隊長 槍隊長血量掉得很快 槍隊長這裡血量變化得非常迅速 飛鏢騎兵的攻擊速度很快 要小心拉走 飛鏢騎兵被槍隊長戳了幾下 有點戳掉了幾隻數量 帶著後方的劍兵有事也是努力輸出 帶著後方的投手手上來實在太高 但沒有問題 飛鏢騎兵開始往上追擊 追擊掉了大量的投手 投手手數量掉 只剩下不到十隻數量 但正面的巨型投石機還是要趕快處理 阿羅馬上來不先傷害 順利拿下了巨型投石機 左邊的巨型投石機還差一點點 哎呀這個肉馬回頭打一下 真解掉巨型投石機就能立大功 搞定了 OK 兩台巨頭順利拿下 這一波哈特工程已經宣告失敗了 沒有工程器就不能工程 是世界 世間不變的道理 要工程就有工程器阿 只用派人去打 是沒有用的 就跟我們的打火兄弟一樣 沒有設備是很難打火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巨頭 喔 肉馬趕快繞一下 但是肉馬想要打 頭石手嗎 先繞過去吧 繞過去 先拆 繞過去先拆就對了 這怎麼共享石頭了呢 不好不好 頭石手沒有空好要送光 OK 頭石手終於 退出歷史舞台了 有辦法打了 頭石手在這個時間點沒有用了 KERA已經成功轉型 肉馬配背標 這個是緬甸人最強的打法 但更強的打法是非飄配大象阿 或重裝騎士 但由於大象跟重裝騎士都是需要大量黃金 兩個一起打的話 這是會耗費大量的黃金阿 不然就是要轉槍兵了喔 其實也可以轉槍兵 因為緬甸人的槍兵傷心特高 甚至可以跟槍隊長稍微互相傷害阿 記得好像六面是6加7 13點的傷害阿 比槍隊長 比槍隊長還多了一攻 6加7算一下 槍兵加3攻的話 6加4再加3點時代升級 對耶 哇 那緬甸人的槍兵比槍隊長 傷害還要高耶 真的是趙武雲擊一兵阿 這個傷害值阿 非常的痛阿 所以後面阿 也可以考慮轉槍兵 這是一個不錯的打法 但如果轉槍兵的話 就會被對方的戰卯完全Counter 對方只要出戰卯兵 就可以打槍兵 就可以打飛鏢騎兵 然後這邊一上去 想要把巨型投射機給收掉 這可能要直接硬拆 但硬拆的結果可能不太好 但不拆又不行 艾聖3滴最後沒拆掉 微妙了 好尷尬 之後一下沒有拿下 好 曼尼普爾騎兵也點下 這個科技點下之後 自己的騎兵單位 打戰毛兵 攻兵單位都有加傷害的效果 好 好 英雅要等你轉槍兵了 原黃金已經歸零 地圖上的黃金已經沒有了 現在黃金處只剩下2000多塊黃金 都在HERA家裡 HERA這邊的黃金挖完還一段時間 暫時沒有被突破的可能 好 這塊黃金應該可以穩穩吃 後面的巨型頭司機要小心 緬甸人 他後面是有火炮可以用的 現在沒有要轉火炮的意思 所以一轉火炮 硬家人就會很難受了 但火炮又可以轉生女 所以現在 在 弱智洞的時間 互轉火炮 就是轉大量巨頭 直接用黃金淹死你 好 這一波大羅馬上去 直接尻爆了正面 大量槍兵跟 戰毛兵 沒有想到只有直接硬幹啊 哇 大羅馬硬幹 這個不錯 但是這裡怎麼有個聖物倒數呢 看一下右下角 現在紅方五聖物 已經獲得了HERA的時間 還有190年的時間 如果這個時間點沒有辦法突破進去 HERA有可能會在職業賽場裡面 拿到聖物勝利的 玩家 AERA現在 對於工程 這擊壓力是很大的 但是 沒有火炮 後面的 巨型頭七 要怎麼拿下呢 這裡沒有辦法很好的順利 貼到正後方的巨型頭七 巨型頭七一直在反擊當中 後面這個城堡 直接買了兩百石頭 花了六百八十六塊黃金 黃金直接被消耗掉 但是沒有辦法 城堡不修 防線巨頭 可能會被突破 好 城堡最後還是被打掉 但是槍兵也是解決掉這些肉馬 但HERA的肉馬 已經來到了八十一片田 要打肉馬 田就要過多 後面的廢標七兵數量可能要控管一下 不能再被打到了 好 往後拉走 這裡槍兵戳到了飛鏢 很賺 飛鏢最後被戳掉了兩到三隻左右 阿尼普爾騎兵 趕快去抓一下戰毛兵 戰毛兵趕快抓掉 巨型頭七 還有機會反打 三台巨型頭七殘血 隨時都可以拉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但現在好像沒有時間修理 HERA有沒有看到 燒起來的巨型頭七 但是大洛馬已經貼到巨頭了 後方巨頭 最後還是打偏 第三發 還有機會嗎 來 再一發要中了 漂亮啦 哇 HART這一波的巨頭 打得非常漂亮 巨型頭七的工程 最後是以HERA這邊拿下勝利 但是最後HART一台巨頭 成功反擊了一換一 好 但是洛馬部分 還是有點多 現在要擋住也是不太容易 好 現在還有150年的時間 HART這邊只要鎖住 就有機會拿下比賽勝利 HERA現在是沒有辦法快速推進的時期 因為他的部隊都是機動性單位 對方都是步兵加戰毛 這種陣地戰 防守很強的單位 要快速推進很困難 除非只有一些高級屬程器 或是有盟炮之類的 那緬甸的盟炮 是可以用的 還有重型盟炮 而且有攻擊屬屬屬屍 那你要是HERA能轉出盟炮來打 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效果 但是害怕就是害怕對方的生旅而已 所以就是可以考慮轉成 槍兵配盟炮 然後配肉馬的搭配組合 不一定要打飛鏢騎兵 但盟炮的缺點也是 就是機動性太差 真地戰來說的話還是比較適合 推進來說 會有機動性的上面一定有問題 好 硬家現在弱一點爆量 木頭有點太夠 最近槍兵跟戰毛 就是需要吃木頭的 好 遊戲時間來到1小時02分鐘 HERA這邊的資源量 開始慢慢來到了極限 補下了大量的射箭場 難道要使用戰毛分對方對射嗎 戰毛兵 這邊只有一級的弓兵鎧甲 也沒有拇指環 走攻兵路線是件好事嗎 好 大量馬上前 去後方想要直接騷擾村民 但是這裡到處都是城堡 HERA要打贏好像有點困難 後方槍兵也在開始亂戳 又有機會 如果你覺得負近了 HERA這波 ROMA空的不是很好的感覺 怎麼直接空在人家居民門口 好 正前方洛瑪再往前 好 有機會抓到綻毛 KERA這邊由於愛與支援不太夠的關係 自己也鬼轉綻毛怪 兩邊都是綻毛之鬼 17隻綻毛 KERA這一波可能有點難打贏了 敬家的勝率也再度付出 巨型頭司機要小心 要被肉麻給抓掉了 槍兵趕快緊追在後 砍到了幾刀 色面騎士用綻毛 用大肉麻可以突破進去 趕快打趕快打 綻毛兵繼續反擊 僧侶快被頭死一隻 再次集結肉麻 肉麻防守 綻毛兵防守 KERA這一波壓力很大 巨型頭司機又架起來 還有100年 HART就要勝無勝利 大肉麻再次嘗試想要突圍 後方的槍兵趕快 3-3來遲 巨型頭司機 健壯趕快繞幹 好這裡解決到勝率了 槍兵跟槍隊長 繼續正面突破 後面的戰毛兵跟飛躍騎兵 努力輸出 看起來HART還是相當難受 戰毛兵要是把這些飛躍士兵丟完 有在這邊躲動 但最後沒有躲掉 還是被戰毛給擊殺掉 火炮終於出來了 有火炮 好防守陣 應該是有機會 但是對方的槍兵跟戰毛跟瘋狗一樣 瘋狂只會往前 沒有在管你 到底有沒有刺客 有沒有打野出來亂 就是只會往前 直接在人家的防禦塔上面硬扛啊 好 最後瘋狗死去 後面的巨頭 已經架了起來 火炮 開始往前 這台火炮能不能立大功呢 這跟城堡又是守不住 ERA可能也要打出GG 這邊法索陣沒有 什麼 被打掉了呢 ERA這裡兩台火炮 換掉了一台狙人頭C 一台火炮被打倒 ERA的火炮被打光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哈特拿下比賽勝利 這個還想要原地起爐灶嗎 想繼續假 但是生物時間只剩下63年了 這些時間要擋住對方 遠遠不卷的垃圾兵之外 還要再掐掉對方的生物 真是不太可能啊 ERA沒有想到被哈特的生物給B級 直接被打出了GG了 但沒有辦法 打到後期的話 就算沒有生物 應該也是哈特可以拿下比賽的 畢竟5生物的經濟優勢實在是太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ERA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哈特的資源量大約是只有 稍微輸了一點點 5生物產生3000多塊黃金 實在是太舒服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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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